哎呀 这个是运动 对 这个运动我都在做 这个一二三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叫做 导影图 大家可以在后面看到 这个图都是这里面的 根据这张导影图 这是基本对身体好的运动 这个怎么做 请问 这个不简单 这个 因为它上面标出了文字 叫做隐膝痛 就是说如果您膝盖疼痛 可以做这个动作去缓解它 这个其实是转你的膝盖 这个动作 我以为要这样倒就行了 然后这一块是说明 这个动作它模仿的是动物的形态 然后去做身体的舒展 比如说模仿这个鹤 鹤虎 还是像那种 像老虎啊 螳螂啊 这个非常形象 所以由此呢 也能够反映出这个导影图 放到现在就相当于 汉代的广播体操的教程 对 预备 这个建议大家都可以学 这很简单 就是如果您平时感到非常烦的 学后 正好最近我们不是有一个健身潮 就是那个刘根红的本草纲 就是特别的红 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几千年前古人的 刘根红的本草纲 他在这边操的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在进门的时候看到那个木坑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原址按比例等比例复原了 一号母 心追夫人的 二号母 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回葬的这个气活 这个好伟大 好伟大 那个博物馆要很用心看的 这个 好美啊 看那个时候汉城的那些衣服 那些吃东西 那些用具 对 这个要丢出去 这个要丢出去 然后对 都跟我们现在用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是看到他们做的那个运动 那个几千年他们做的那些运动 现在很有用 我现在很后悔没有买那个围巾 你看这个有运动的这个 这所有的运动 这个好可爱啊 这个上面有所有的运动那个知识 我想回去试一试看 所以真的没有历史 哪里有我们呢 我们呢都是要看 看到很远很远的历史 才学到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 好 好